因为有些戏的剧情时间的快度非常的大,有时候一个月内要拍完春夏秋冬四季的场景,所以明星们经常要拍反季节的戏,在冬天拍夏天的戏或者在夏天的拍冬天的戏,这就要明星们做一些措施了去应对反季节。 杨蓉这张图就是裹满了全身的保鲜膜,应该是在冬天拍夏天的戏,所以做的预寒措施,也是很敬业很拼了,不仅演技好还能吃苦,是一个实力派的演员了,杨蓉虽然一直不怎么火,但是演技是肯定的,拍戏也是诚诚恳狠的,说到冬天拍戏裹保鲜膜就不得不说郭富城了, 图中就是冬天拍戏的时候,郭富城动得全身发抖,脸和手都动得通红,为了取暖,将自己身上绕满了保鲜膜,看着就特别痛苦,动得不行,这么敬业的演员不多了,尤其还是这种男神级别的,不光长得帅,还有演技,能为拍戏付出,非常值得表扬了。 狐哥在拍《狼牙榜》的时候,也是反剧节拍戏,因为夏天要拍冬天的戏,所以穿着厚厚的古装戏服,披着雕皮的披风,没有空调风扇,只能带导演叫停,的时候脱下外套透气。 虽然天很热,但是心态是乐观的,几个人一起互相逗趣,一点也看不出拍戏时夏天的闷热感。 杨幂作为电视剧女王,经常要反剧节拍戏,在冬天拍夏天的戏时,身上贴许多的暖宝宝,还有暖手戴大棉袄准备着,这是经常反剧节拍戏都得出经验了吧。 杨幂这收视绿女王的称号,果然不是白来的,真是敬业,赵丽颖是娱乐圈出了名的批命三娘,早起晚睡,不用替身,这都不在话下,图中这是新剧知否拍摄的一段落水的戏,据说这是在冬天拍的时候,盈宝不用替身,虽然害怕的不行但是坚持自己跳,勇气可加啊,真的是批命的了,也是辛苦的。 虽然明星们表面看着光鲜亮丽,但是拍戏真的付出的很多,很辛苦,每一个职业都值得被尊重。